那當然,比如說很簡單的,我先希望把兩個數字相加 那所以兩個數字的話,我需要就是做一個什麼 把數字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寫一個程式 那如果開始寫程式跟各位講 如果你現在畫面左邊已經有程式的話 你先不要管它 你就是第一步,如果你要寫一個新的程式的話 請你先找到,在你的左上角會有一個叫新文件 反正你要寫新的程式的話,一律就按一下新文件 有點像Word有沒有,Word Excel,按一下新文件 反正它開一個新的,道理差不多 那實際上按一個新文件,它其實就是一個新的模組 它的單位PY有沒有,副檔名什麼什麼點PY 它就是一個module,一個模組 那你就是把程式寫在這個模組裡面就OK了 那如何寫,你會按新文件 接下來寫的方法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地方有沒有,上面這些都是註解 一般習慣是把它delete 因為這滿討厭的,多餘的OK 那我們希望,請你幫我把,比如說5加3好了 簡單好了OK 那可是問題,你要寫一個程 第一個,我希望把一個數字放在一個變數叫A好了 A等於5,Enter 所以這個時候A裡面就放5了 OK,你說老師那為什麼A不宣告 以前那個像Java一定要宣告A是一個整數的形態變數 當然跟各位講,Python在這個地方滿OK的 因為他不用宣告 你說老師他不宣告的話 那怎麼知道這個變數應該是放什麼形態 他再第一次放進去,他放一個整數 他這個變數就是一個整數形態 如果他放個數字,放一個文字的話 他就是一個文字形態 他如果放小數點,他就是一個伏點的形態 也就是當他第一次賦予值的時候 哇,那這個變數是什麼就什麼 這個還滿合理的 對啊,你就不用多餘宣告 不然的話以前,光寫Java好了 你就要先宣告一大堆變數 再開始寫程式 那如果你宣告錯的話 那就很麻煩,他要先想一大堆 OK,所以第一個不用宣告 這一點其實跟VPA還滿像 VPA也不用宣告 所以未來的語言可能會走就是 反正你不用宣告 反正我放什麼東西是什麼就什麼 這樣滿合理的 只是說這有個缺點 就是記憶體會亂用 不過現在記憶體都大到不行了 隨便一台電腦,記憶體都多大 至少都8G、16G吧 現在還32G的,對不對 隨便現在DDR4、DDR5 隨便一插都是16G、32G的 現在很難管你記憶體要多大 OK,所以為什麼不宣告 你說這不會很浪費記憶體嗎 根本沒插 就像你家裡非常非常有錢的時候 你還不去管說你出去便利商店買什麼多少錢嗎 這根本就是你家都天文數字了 你還在管說你花各位數字 或者是兩位、三位數字 那根本就 所以有的很有錢的人 根本沒有在看到底多少錢 去買東西都很快 但是比較賺的少的人 就開始看你這多少錢 他要比價 因為你家比較沒錢 因為現在我們記憶體都太大了 所以其實沒這個問題發生 OK,好 那第二個的話 B,假設等於3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兩個相加 就是列印出來的話 怎麼計算 很簡單 再來第三個 我可能就是再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叫做上好了 或者換一個名字 我看一下 我這個 給他另外一個名稱好了 比如AMS好了 我再加第三個 叫AMS 的一個變數名稱 等於什麼呢 把A加上B 然後呢 最後把它print Enter之後打一個print print的話 意思說 幫我把結果告訴我一下 print記得要刮糊 刮糊 把ANS 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先把A裡面放個5 這個等號呢 是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的意思 它其實不是計算喔 不是像以前計算結果 什麼什麼等於什麼 它剛好顛倒 它是那個東西放進去的意思 這個東西放進去 這個東西計算我東西放進去 所以把這兩個相加等於8 print 所以理論上 我把它print 那你會發現它應該得到什麼 你按下執行的話 在上方 寫完之後呢把它print 那結果在哪裡 結果在這裡 所以你們看一下 它的結果 就在這裡 有沒有 8的結果 問題會想說 老師這個畫面怎麼那麼小啊 看起來有點障礙 OK 有點老花看不太 教各位的快速鍵 如果那spyder 你要把它放大 請你 游標放這邊 按Ctrl-加號 有沒有 這樣就清楚了 你說老師 太大了 Ctrl-減 有沒有 Ctrl-加 Ctrl-減 OK 不過 好像之前我印象中 Ctrl-加 好像它只能用上面的加號 它不能用數字鍵這邊的加號 可是現在好像可以了 我不是好 現在好像按這個Ctrl 所以一般 Ctrl鍵按住 然後加號放大 Ctrl-減 縮小 這樣應該夠大 你說這邊 這邊可以放 也可以啦 這邊游標放這邊 Ctrl-加 有沒有 結果就出來了 OK 你說老師 那我run一次 我覺得沒什麼感覺 再run一次看看 OK 可以耶 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了 但是你說老師 可是 這樣看起來好像 這個八 好像沒有前面的敘述 感覺突然 跳出一個八 比較沒有Feel 所以最好好像 怎麼樣 計算結果冒號 有沒有 然後後面再一個八 這樣感覺比較有頭有尾 不然突然八 給你一個 感覺好像這什麼東西 比較沒有一個 我發現大家蠻 蠻常講的 叫儀式感 有沒有 你一定要有一個儀式感 因為我發現 工程師比較不喜歡儀式感 所以很多直男 後來發現他有個名稱叫直男 直男就是都不需要儀式感 有沒有 吃東西吃就吃嘛 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只是為了吃而吃 他不是因為要… 所以很多人很講究嘛 吃之前還要… 反正就是會一定要餐具啦 或者是說那個… 什麼氣氛啦 還要點燈啊 對不對 還要調味啊 色香味什麼都 再開始吃 對不對 才是一種享受 可是直男的世界好像沒有 就覺得這都可以跳過嗎 所以… 好啦 這個給比方好了 OK 這其實沒有… 沒有針扁的意思 因為我後來發現 真的身邊好像我認識的一些… 學生裡面後來當工程師 好像他… 他就是有點類似這種… 這種… 思維模式 因為… 我… 我太太也會介紹女朋友給他啦 後來發現 那個女生好像跟他… 就是… 沒辦法那個… 你知道嗎 欸… 對話好像就是會變成… 後來那個女生就說 然後… 他是個直男吧 對對對 然後他覺得很… 但我也很想告訴那個… 我那個學生說 你可以… 但是我要怎麼跟他敘述 後來… 終於懂了 因為我太太跟我講說 他應該是個直男 欸… 我剛才還不知道什麼叫直男 終於懂了 所以這個應該類似像那個概念吧 其實我覺得程式喔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程式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標道真正的直男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他給你的訊息喔… 是這樣子… 你就覺得… 應該沒問… 就是…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他不改… 你幫他修正一下嘛 所以呢… 我們… 接下來就是要… 在前面加一些敘述 比如說… 加… 就是… 加種結果… 冒號… 但你不能亂串 接下來就…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數字喔… 在… 程式… 就是數字 它跟文字是不一樣的 頻率也不同喔…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分開來… 而且如果你兩個要把它放一起的話 你必須把… 這一個數字喔… 轉換成文字之後… 才能夠跟文字串接… 也就是數字… 可以跟數字計算… 那文字的話是串接… 串在一起輸出… OK 所以待會兒…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喔… 了解一下第一支程式… 亂亂看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先… 在那個喔… 記得喔… 第一個動作喔… Step 1 請你在左上角… 先… 開一個新的文件… 那如果你原來… 上方… 假設是… 之前的人練習… 有很多的那個… 呃… 文件… 你就先把它插插掉… 反正那個都可以關掉… 沒關係… 喔… 然後… 如果你不想關也沒關係… 你就… 先按一下新… 開一個新文件… 喔… 然後呢… 請你在這上面喔… 輸入… 剛剛這一串程式… 喔… 這一串程式呢… 主要很… 很簡單的意思啦… 就是說呢… 我們把… 這個… 5跟3… 放在… A跟B這兩個變數裡面… 然後… 利用那個… 計算喔… 相加… 然後… 把它… 結果… 放在ANS裡面… 利用print這個… 這個… 這個方法… 幫我把結果… 給列印出來… 大概就這樣而已… 第一個… 不過… 可不可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改一下啦… 比如說…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 不要加… 我可不可以減… 也可以啊… 加減嘛… 你也可以乘啊… 乘是新號… 加減乘… 除… 除的話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改成… 加減這樣… 那print出來… 結果一定是不一樣嘛… 比如說5除以3… 就是什麼… 有沒有… 1.66666… 可以把它print出來…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改成… 加減乘除… 那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 第幾個單元… 應該在第二個單元裡面… 有一個叫做… 運算值… 所以第二個單元好了… 如果你們假設… 這剛剛OK的話… 你可以看第二個單元裡面… 這邊的… 第一個page… 下面就會有一個… 算數運算值… 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還有百分比… 有沒有… 還有除除… 還有乘乘… 這三個呢… 也是未來… 很常會用到的運算值… OK… 那各個表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反正… 看應該可以看得懂… 百分比… 就是求余數啦… OK… 反正… 除以多少余數… 比如說… 5除以3的余數… 應該就2吧… 余2吧… 然後… 除除的話呢… 是除完之後的整數… 所以… 除完之後… 5除以3… 應該還有… 小數點… 但是我不要小數點… 可以玩玩看… 那… 最有趣的是乘乘… 乘乘的話… 是有點像幾次方… 所以… 5乘乘3的話… 得到的就是… 5的3次方… 所以… 這個… 算數運算值… 還… 蠻常用到的… 未來… 都會用到… 像… 百分比這個符號… 求余數喔… OK… 這個其實也… 還蠻常用到的… 試試看好了… 那…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 先把第一個層次寫出來… OK…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 第二個單元… 裡面的… 算數運算值… 你自己再玩玩看… 那… 第三個呢… 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 變數裡面的… 形態轉換喔… 這個是… 未來… 程式很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 不同型態之間… 你不能… 隨便的… 就是… 把它做一些運算喔… 如果你… 錯誤的型態… 最後程式都會發生… Bug… 那… 也就是說… 未來… 最常會遇到… 有Bug的部分… 其實… 就是… 你型態搞錯了… 比如說… 你可能… 一個文字… 一個數字… 兩個要穿一起不行… 一定要… 兩個都是一樣的型態… 所以… 你要怎麼辦… 轉型… 欸… 那… 可是問題要怎麼轉型… 所以第一個… 你要來… 變數有什麼型態… 其實… 變數裡面… 形態… 最常用的啦… 不外乎就… 數字… 不外乎就… 文字… 那… 數字還有分喔… 數字有分… 有小數點的… 跟沒小數點的… 如果有小數點的… 一般… 我們習慣要… 浮點… 浮點… OK… 其他的… 還有… 其他的型態… 我們後面再來看… 那…如何做… 形態的轉換… 這個部分很重要… OK… 所以請各位先… 玩玩看… 剛剛這一道題… 然後… 並且… 把剛剛這個地方… 你試試看… 加減… 乘… 乘應該OK… 比較不一樣的是… 後面… 比較… 特別的是… 應該是… 百分比符號… 有沒有… 出完之後的… 魚數… 5除以3… 魚… 2…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5除以3之後… 剛好… 那當然你… 也可以把5跟3的數字… 變… 變動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除… 除… 除…應該說… 除完之後的… 整數… 所以理論上應該… 除完之後… 1嘛… 1沒有小數點… 有沒有… 那就是… 如果你… 除的話… 是後面有一堆… 小數點… 有沒有… 然後這個… 除… 除…的話… 就是除完之後… 就不要小數點了… OK… 不過啦… 這個我比較少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方式… 其實… 跟外面包的INT… 好像… 蠻像的… 有沒有… 這個INT指的是… 怎麼樣… 把裡面計算結果… 轉換成… 整數… 那我看看… 應該… 本來它是1.66666… 取整數部分的話… 得到也是1啊… 所以… 我一般是… 比較少用… 除… 大部分都用… 那個INT… 比較多… 那…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 那個… 預算值裡面… 比較常用… 就是… 層層… OK… 層層是幾次方… 5的3次方… 執行一下… 1…25… OK… 沒問題… 試試看好了… 這個運算值… 參考部分的話… 是在第二個單元裡面的… 第一頁的地方…